各位参加数位时代中的性别暴力以性私密影像外流为核心 网络专业人员训练及座谈活动的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非常高兴获得主办单位的邀请 让我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这个活动 其次我也想要感谢妇女救援基金会 多年来在NCII 也就是违反本人意愿散布身体私密影像 Non-Consensual Intimate Images 这个议题的耕耘与贡献 傅元会不只是协助被害人找寻司法的救济途径 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困境 更是积极地去改善社会 谴责被害人这个风气 以及致力于弥补现行法治环境的不足 包括现行刑法保护法医的缺失 被害人在司法程序里的保障 以及执行的有效性等等 也感谢G0V社群参与者的协助 NCII这个议题在V台湾平台上 从6月7日到7月21日 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线上意见征集 网友们达成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共识 第一 违反本人意愿而散布本人的身体私密影像是犯罪行为 第二 对此行为的处罚主要是为了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不一定和社会风化有关 网友们普遍认为 NCII不只是道德上面应该被谴责的行为 在法律上更应该受到制裁 至于NCII所侵害的权益 相较于社会风化 更重要的是隐私权的保障 根据目前的刑法 NCII已经是犯罪行为 这个行为可能触犯诽谤罪 以及散布猥亵物品罪等 每个罪行的背后都象征着 应该要被保护的法律权益遭到侵害 这里所谓的法律权益 是社会多数人认为应该受到保护的利益 凡是被写入刑法的行为 都表示这个行为侵害了某种法律权益 简单来说 诽谤罪保护的是名誉权 维护每个人的社会地位 散布猥亵物品罪保护的是社会风化 保护任何人免于受到性的道德感情的侵害 至于隐私权 则是保障每个人的生活的私密领域 免于受到他人的侵扰 以及确保个人的资料的自主控制 不过呢 在保障隐私权的部分 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应的法条 来处罚NCII这个行为 当然单纯地把NCII的行为 写入刑法是不够的 配套措施是不是充足呢 也会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部分 V台湾在9月14日的线上咨询会议里 总结出等待解决的两大法律调试面向 分别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挑战 在实体法上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 处罚NCII这个行为 究竟是要保护什么法律权益 怎么样的影响内容要算进去 在行为的太阳里 有哪些例外情况 可以不得本人同意就散布 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 要负哪些责任 在程序法上的挑战 也有举证责任 程序执行 以及被害人保护等等 因为网络犯罪不同于实体犯罪 行为发生的速度快 事发之后的回复原状更是困难 所以救济的程序和一般的实体犯罪相比 更着重在迅速和准确 最后法律里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如何在网络世界里演算法的环境里 体现与执行 这个更是另外一大挑战 所以我想要再次感谢复原会的努力 持续举办工作坊与座谈会 深入地探讨这个议题 毕竟防范剩余治疗 提升问题的意识 我们才能有效遏止NCII的发酵 最后祝福在场的每一位朋友 都能够在网络空间里找到安心的角落 也祝福本次活动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